小黑说是自己弄出了二战 地狱高管竟无丝毫怀疑 可是为了阻止战争 小白却正在出演007 他假意被德国间谍收买 屁颠屁颠地来提供情报 没想到间谍拿到想要的就翻脸 就在他皮笑肉不笑地准备干掉小白时 却不料小白说 原来他早已安排了后手 这就是双面间谍英国008 本身小白觉得 自己的计划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还洋洋得意地嘲讽他们 可是下一刻 008的枪口忽然翻转对准了小白 可就在这时 恶魔小黑蹦蹦跳跳地来到了这里 没办法呀 因为对于恶魔来说 教堂的地面简直快把他的脚烤熟了 小白顿时愤怒地问 这些人是不是小黑的手下 小黑却说才不是 我只是不想看你丢脸 而后小黑蹦蹦跳跳地告诉他们 一分钟后一架德军轰炸机即将到达这里 30秒后这里肯定成为一片平地 如果现在把腿就跑或许能保的阴影 可是间谍却说 小黑明确告诉他们自己施法改变了轰炸机的路线 可是对面却根本不信 就在此时 炸弹落下了 与此同时 以后的地狱驻伦敦大使找到了这个小小的办事员 并且交代他发现任何传闻立刻想自己汇报 还说听自己的话以后绝对能保他高声 与此同时 三个间谍直接高速到达地狱 他们的话恰巧被这个小小的办事员听到 办事员顿时心中一息 小黑不是地狱驻地球大使吗 三个间谍接着说 什么 地狱驻地球大使居然和那个天堂的大使在一起 看到三个间谍点头 办事员惊喜万分 随即他就准备安排三个人回到地球 任务则是找到天使和恶魔交往的证据 作为交换 他可以让他们三个脱离地狱获得自由 并且作为保护 他会给他们一个法力平地起 让小白和小黑三个小时内无法释法 如果不答应 则马上把他们拿去为恶魔 这还能不答应 三个间谍马上签字 很快 他们就以丧失的身份回到了人间 却惊恶地发现 小白和小黑居然要代表街区表演魔术 没想到小白是第一次 所以一时间有些怯场 但是看着下面稳如泰山的小黑 瞬间他又有了底气 因为小黑是他的拖呀 可是意外却发生了 他说自己要找个帮手 小黑居然走成了没举手 小白心里顿时有点慌 可是小黑居然还没理解 于是小白只能明着眼 小黑上来了 与此同时三个恶魔也紧急通知地狱办事员 办事员一看台上的俩人顿时一醒 随即开启法术屏蔽器 与此同时 小黑也看到了小白的魔术 对 就是空口皆子弹 与此同时 小白的暖场魔术因为屏蔽器而失败了 他本来想把萝卜变成鸽子 可是变来变去 居然变不好了 法术居然失效了 小黑连忙施法帮忙 居然也没效果 可是此时被赶鸭子上架的 他也只能让重头戏赏阵 与此同时 办事员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紧接着 小白不放心地将子弹递给了小黑 非常 很简单 我把我盖子弄过我的耳术 我把你拖过我的耳术 我把你拖过那些 你之前找过一架架吗 小白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万一把这副身体弄坏了 还得写报告 那可是很头疼的 但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小白紧张地准备好了 而恶魔也确认 法术阻断确实生效 与此同时小黑也紧张地 瞄准了小白 下一刻 小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表演大火成功 果然找个好托是很重要的 正在小黑和小白在兴奋的庆祝时 办事员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来了 直接就洋洋得意地嘲讽说 自己拍下了小黑的照片 而现在自己则代表地狱的至高力量通知小黑 你违反了地狱法典 与天使串通勾结 说着从恶魔行走只难找到小白的名字 小黑本想狡辩 可是恶魔转手带出三个间谍丧尸 这吓人正有了 小白和小黑瞬间懵逼 这不是刚刚被自己玩到地狱的三个间谍吗 可是此刻办事员又递给了小黑刚刚拍下的照片 小黑顿时心头一震 而小白一看也顿时觉得不妙 这下物证人正俱全了 可是现在法力无法施展 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只能无奈地看着他大骂小黑 但是三个间谍却想起了自己的交易 可是没想到办事员居然直接让他们走就行了 走哪里 你要把我们变成活人了 可是办事员却说 三个间谍懵逼了 可现在地狱也回不去了呀 他们只能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办事员将照片交到了黑暗一回 他要直接举报小黑勾结天使 而他居然直接掠过了当时点播他的红衣女 可是下一刻他却迎来了无情的嘲讽 必会说他看的节目真有品味 办事员懵逼地打开信封 没想到居然是小白那场演出的节目单 办事员慌乱地想要解释 却忽然看到了红衣女性在乐祸的笑容 与此同时 小白正在给小黑解释 自己为了表演魔术 可是学了很多的 虽然接子弹需要个拖 但是随手换个照片的手法还是有的 时间一换过去八十多年 今天小白再次准备组织街区表演节目 而这次却是要应对地狱与天堂的双重危机